中華官政府在各國中小學推動逛逛政典結尾 到目前為止說這個政典的回饋金超過一夜 為了後來學校即使運用更典回饋金 政與學黨了解更典地攝 是特別來基盤生效經濟和優重政達活動 提供將來金和獎品 後來學校和學黨參加 中華運用逛逛政典的回饋金來建設逛逛 關於一個特別基盤經濟 只要在行生效特別好的學校 上官可以拿到50萬的獎金 管政府是特別基盤 管仲義是有加性格的分享 到底是希望我們在學校中的作善用的光面回饋金發威 我覺得成就了好幾項 我們教育的理想 第一個 綠能教育 第二個 可以讓我們學校的環境得到充實 第三個 最重要是扎根的工作 我們今天有60個孩子 透過學習章競賽 得到第一名 然後被我們抽選到 得到iPad 除了高齡學校以外 也占對國中 國中以及國中秀 今年基盤的活動基盤在領領頓 夠有有獎爭達 最好也有10位小朋友 各自拿到一台全新的iPad 大廠先問 中西梁中華 彩虹報道